約翰遜到國會接受例行質詢時 有議員說部分歐盟國家放棄科學證據 被問到原因何在 約翰遜就以自己的身體擔保疫苗安全 衛生大臣夏國賢亦都強調 阿斯利康疫苗安全 專家亦都身體力行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就說 他信任阿斯利康 亦都信任歐洲藥物管理局 為了尊重科學家應該等幾天 看看他們對血栓問題的論證 判定疫苗是否安全 但他同時批評阿斯利康 生產和負荷量不達標 首季可能只能交付給歐盟三千萬劑 即是目標的三分之一 暗示可能禁止藥廠出口到英國等地 有先電視機就來健身不到